近期类流感疫情有上升趋势 专家分析过去三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国人罹患类流感人数不多 关键在于大家都戴口罩 如今不戴口罩情况下 导致感染人数上升 考量流感病毒仍持续在社区活动 流感病发重症病例数未见下降 政府考虑将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 台北荣总感染科主任林毅聪教授指出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在夏天 仍然有相当多的流感案例 这主要应该还是过去三年 大家没有面对流感的威胁 从免疫的角度上来看 现在就有更高的机会得到流感 医药记者蒋志伟 最近类流感疫情有上升趋势 若民众不戴口罩 都会使感染人数上升 事实上考量流感病毒在社区活动 流感病发重症病例数未见下降 将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 台北荣总感染科主任教授林毅聪 流感病毒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在社区存在及传播的 特别在冬天更容易造成大流行 在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之前 每年到秋冬 医疗院所都会有相当多的案例 甚至是流感重症的案例出现 因此每年政府都会鼓励老人 高危险群 医疗人员 学生 幼儿等来施打疫苗 因为新冠疫情的防疫措施 包含了口罩 手部卫生和人流的限制等 相当程度阻绝了流感的传播 所以过去疫情期间 我们的流感案例相当的少 大家都快忘了这个病毒 而科医是刘建宏 往后流感的疫情 到底会形成一个常年化的趋势 或者是慢慢恢复到COVID疫情 爆发之前的常规性的一个感染模式 大概只有时间可告诉我们这一切 8.感染率 每年施打流感疫苗的时间 大概会从10月份开始 目前早已经超过了半年以上 即使是打过流感疫苗 对于这个流感病毒的保护力 也早已经消失殆尽 若开始流行 就完全抵挡不住 台北荣总感染科主任 教授林毅聪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在夏天 仍然有相当多的流感案例 这主要应该还是过去三年 大家没有面对流感的威胁 从免疫的角度上来看 现在就有更高的机会去得到流感 再加上现在各种群聚团体活动很多 都会增加流感传播机会 大家其实不必过度的担心 虽然流感病毒仍然活跃 一些基本的防疫措施包含戴口罩 生病在家休息等 就足以减少流感的传播 国立台湾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继小儿科教授江伯伦 大家口罩开始拿下来 所以你可以预期到 流感应该会增加 今年可能也许到慢慢进到10月以后 可能要提醒大家 疫苗可能还是需要打一下 如果有发高烧不退 你到医院去看诊时候 记得还是要提醒做个快筛 如果快筛是阳性吃个克流感 应该比较快就可以缓解 而克一是刘建宏 过往流感疫情的一个高峰期 大概会落在每年的12月到2月之间 但是由于过去几年 COVID疫情的爆发 造成全球流感季节的一个发生时间点 以及发生时间的长短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可预测性 就以台湾为例 就疾管署目前的统计报告分析起来 台湾2023年的流感 反而是从2月份开始逐渐增温 即使到过去的4个礼拜 都还是呈现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情况 那分离出来的病毒株 最主要是以A型流感HENE为主 医药记者蒋志伟 是否的流感除了PCR或病毒培养 最快速检验的方式就是流感快筛 不过一般要到医疗院所才可做 若有发高烧 全身肌肉 酸痛倦怠等 尤其有接触过流感患者 即使没有做快筛 医师也会一临床判断 考虑开立抗流感药物 不过一般要在症状发生48小时内服用 比较有效 林口长庚医院 儿童过敏科主治医师 副教授 叶国伟 其中少数人不幸发生重症 每10万人大约1.9人 不过7成6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8成有慢性病史或未接种流感疫苗的人 就特别要注意 因重症而不幸死亡的人 也以中老年族群为主 因此若出现呼吸急促 呼吸困难 胸痛 尤其是意识改变 低血压等征兆 应尽速就医 儿童除高烧不退之外 如果发现抑制昏睡 不容易叫醒 活动力下降 无法进食 脱水或是躁动等症状 更要及早送医 防感染流感 医师建议 戴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儿童青少年族群 虽然较少比例发生重症 但流感症状可能会高烧一周 让人身体极度不舒服 尤其学校开学了 也增加校园流感群聚发生风险 弱势自身及亲友 为65岁以上长者 有慢性病的人及孕妇 或是婴幼儿等流感重症 高危险群 一定要做好基本的个人防护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